在理空空四年就在到第八回国家文学中的私人林亨太 今年在一位在到地点有台湾诺贝尔奖集成的第四十个五三年文学类的新市场 中华文学官也代表为林大叔基板九十三回庆幸会来表达对台叔的建议 私人林亨太是因为有私人跟文学评论的相当新婚 也是跟评论充满对人类和土地关怀 作品当中有经过的胸口色水 有现代的苏醒的特色 也就是台湾现代文学典款 所以在今年十一回第四十回五三年文学中 它就在到新市路里中行 我就要帮林老师庆幸 中华文学官是要自这位西林共同位林老师庆幸 我认识到台湾诗责林坑泰老师 93岁的生日 林坑泰老师来到了2004年的国家文学奖 今年十一回 各地到我们台湾诺贝尔之称的五三年奖的文学类 可以說在文學的造詣非常非常高 今天我們總統府的資政吳勝老師 以及我們所謂的武林高手 大家的齊聚和共譽 標準他在我們文靈方面的公演 那麼另外我們中華文靈館 在2015年5月28號成立的時候 我們的整個牌匾的題字 就像林安特老師來做這個題字 對大家的歷史林老師套貴狐嶺標誌 真感謝大家對他的用心 讓世界看到台灣文化未來 她很開心 剛才她的聲音是很久 但是我聽她的出 那是真心的感謝 她是十年 那個詩的思想研究不會改變 以研究以基督斯故意 那今天呢我的感覺是有一個特色 就是武林高手從來沒有過的彰化創造性的 後來我師兄說怎麼會有這個創造性 因為要張前文化再招化 林老師教現在也是不斷的角度 雖然她現在的身體不好 但是她的角度習慣也是沒有改變 對文化的關心一點都沒有減少 新中華新聞 北邊林中華 蔡宏報道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